大家早晨好,我是大海 前天收了一盒毛主席相张 这个相张呢,昨天有个客户给买走了 我今天呢,给它包出来 然后一会儿给发走 这个,这个是毛主席去安远 这个相张合上这个照片 这个相张呢,以往里面是四层 这是打开,这是底下第一层 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 我每回我收完相张回来以后 我都看看他这个相张 他这个后面,他写的什么字 有些时候就看那个字呢 还能学习到不少知识 就是当年吧,有很多那个县城 他离那个地基市近的地方 完了后来都变成区了 他没化为区以前呢 他就,他还叫一个名 所以说有些时候咱们现在看那个城市什么的 跟以前那个城市叫法有很多都改了 他都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我那个那个我可愿意看到后面写的字了 先看看这个后面写的啥字啊 这个后面写的是毛泽东思想 思想什么万岁 我的后面写的是安什么馆静志 安安徽馆,叫安什么馆 69年一月 这个后面写的是庆祝 哎,不是庆祝 这是啥呀 这是,这是炸炭 下73 处 隔委会 带个炭字 什么炭 这个写的是 武钢砸板厂 隔委会 这个武,这个武钢 这武钢是不是武汉的钢铁厂了 这个上面写的是永远忠于毛主席 南丁铁路分局隔委会 这是南,南京的这儿 这个看 这个看 这个写的是毛主席万岁 苏州市 工总 苏州市工总司 1969年3月 苏州市工会总公司 谁知道叫当时叫啥名叫工总司 这个后面写的是湖北省新华书店革命委员会成立纪念1969年8月9号 还有新华书店呢 大家看看哦 我头一回看见的新华书店 再看看这个 这个是毛主企业 是什么茶五钢厂 茶五钢 奎 奎武钢十周年纪念 1968年9月13号 再看看这个 这个上面写的是永远忠于毛主企业 下面是196 中间是1968年8月11号 17点24分 完了底下写的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和林副主席 接见武汉部队代表纪念 这个章的意义是最大的 大家知道为啥吗 因为这个毛主席啊 跟这个这个林副主 你主席他俩在一起的字是特别少 你看看 他俩在一起啊 放过的 所以说他少啊 林副主席 这个章相当有经典意义 因为后来以后根本都没有他俩在一起 就是拍的照片或者什么东西了 整体呢 就是这个情况 我现在给他包出来 包完了 我是放这个漆柱 这是两层 两层折在一起的 放一层呢 给他压上一层 你看这是第一层 这个底下是第二层 全部都都被压上 然后呢 现在在有封盖 再用胶布给他粘上 我套了一个方便袋 然后用胶布呢 粘在方便袋上了 因为这个胶布吧 不能粘在这个象征盒上 因为这个象征盒吧 都五六十年了哈 都好几十年的东西了 当年那个漆呢 都属于都属于矿物质的漆 拿胶布一粘的一接一张 它就都全掉了 必须得套一个膜 然后再粘上 我现在呢 再用这个漆柱 给他再包上 我找了一个泡沫箱子 给他放里 一会外面再套上这个箱子 但是这个箱子有点大 我给他给他切过了下来 已经切割完了 现在放里了 现在给他粘上 现在开始清理路两边的雪 把这个雪吧 跑完了以后呢 都堆成边上 然后装在一桶一处 现在这个雪吧 都已经压十剩了 拿那个 拿那个铁锹一抢一变 底下就一块一块的 所以说一般吧 隔两三个月左右 就这么抢一回 好了 基本上这些东西 这路上下完雪 基本就清理了 要不不清理的话 等到来年五月份 开化的时候 那大陆这路上 化的全是水 完了白铅化 晚上冻一成冰 完了那个还影响事故 所以说 基本上都可以 隔一段时间就清理一回 正在搓雪呢 把这个雪呢 全部都清理干净 拿那个装载机 往这个大车上装 完了 然后呢 他们又统一到的地方 已经到快递了 马上给发走 在取冻了 你这人太坏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